本以为六欲魔君的禁制很厉害 但是当看到亡灵的禁制 才知什么是真的强大 古神之地的第二关名为禁制之山 亡灵在山中每走一步都会触发禁制 这些禁制可以瞬间斩杀亡灵于无形之中 只有杰丹七修为的亡灵 起初对于禁制可以说一无所知 所以他每走一步都会提前让徐力国进行试探 徐力国在禁制之中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因为他是灵魂体 所以禁制无法对他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经历过越来越多的禁制后 亡灵发现这里的禁制有些不对劲 因为当他发现阵眼 破除禁制后 在禁制旁边竟然还有六欲魔君留下的一丝神念 这时六欲魔君故意在禁制之山的禁制之上 附着了自己的一丝神念 经过六欲魔君的修改 禁制之山上原来的禁制就会变得更加凶险 亡灵为了破解禁制 不得已只能抓紧时间研究 另外一边 拥有化神七修为的端木吉 也是来到了禁制之山 千年之前 端木吉就已经来过此地 所以对于此地的禁制 结果却发现这里的禁制明显被人动了手脚 气急败坏的端木吉破口大骂 在他看来 能够设置如此巧妙的禁制 那必然是六欲魔君才能做到 其实 亡灵相比六欲魔君 他虽然修为等级低 但是对于禁制的研究 却依旧有其独到之处 当他破解六欲魔君禁制后 亡灵又在其禁制之上 加入了自己创造的禁制 这样一来 端木吉在通过亡灵禁制的时候 就吃了不少的苦头 由此可见 亡灵对于禁制的制造 甚至不比化神七大佬 六欲魔君差